好 关注的是全球各地野火灾情不断 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干燥炎热 这个气候呢 让它再爆发母猎的山火 现在火势完全失控 蔓延2000多公顷 加拿大全境超过了1000起野火 还没有控制住 其中有一场大火不断逼近西北领地的黄刀镇 当局呢 疏散多达2万多人 而农烟呢 也飘进美国 冲击了美国现在的空气品质 而美国的夏威夷野火罹难人数 截稿为止已经有111人 失踪了上千人 夏威夷大火发生的时候 岛上警报器完全没有启动 因此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周四请辞下台 美国夏威夷冒一岛 8日爆发猛烈野火 目前罹难人数攀升至111人 仍有超过1000人下落不明 夏威夷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户外安全警报系统 然而大火发生时 岛上的警报器却完全没有启动 被外界质疑是这回造成死伤如此惨重的原因 贸易岛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 16日出面捍卫没有启动挤爆器的决定 并且补充就算响了民众也听不见 夏威夷州长格林也先是变称 警报器只适用飓风或是海啸 后来又称警报器被大火烧坏了 然而这和贸易官方网站上提供的资讯并不相符 上面清楚写着 警报系统是可以支援不同的自然灾害 包含野火在内 官网上指出夏威夷全州一共设置了 大约400个户外警报器 贸易岛上有80个 而这次的重灾区拉海纳也有五座 但大火爆发时 当局却选择通过手机 视话收音机和电视发出紧急警报 大范围停电和通讯中断下 等同于根本没有发出任何通知 周四贸易岛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宣布请辞 并指出是基于健康原因 至于截至周四早上搜索工作已完成四成以上 随着继续深入灾区 死亡数字预计还会攀升 不只夏威夷 加拿大的野火也还在蔓延 西北领地的首府黄道镇 当局下令两万名居民大撤离 因为大火距离城市只剩不到15公里 加拿大空军派出军机协助撤离居民 一处作为撤离中心的高中外野大排长荣 民众提着大包小包 等待被陆续安排打击或坐车离开 加拿大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剂 全国上下有1000多起大火正在延烧 其中光是西北地区就有265起 飘出的浓烟也再次让北美空气品质拉紧爆 属于西班牙加拿大利群岛的田尼利福岛 也面临野火威胁 已经失控蔓延2600公顷 民众忙着收拾家当把家门前的 依然物勤移轻 只盼返回时家园还在 一点新闻总和报道